Myvi 的顶级版本 58,800 令吉 这个 Pro Duo Artiva 的入门版本呢 61,500 令吉 两辆车定位相差那么接近 那么这两款车要怎么选 这个也是很多人问我们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就找来我们两个同事 其中一个已经订了Myvi 另外一个打算买Myvi 我们就让他们看一下 既然他们选择了Myvi 看了 Artiva 会不会引擎别练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问他们为什么买Myvi 来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 志凯 然后 为什么会选择Myvi这一款 这新款的Myvi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换了一个新的 变速箱也就是 现在最新的DCVT跟Artiva一样的 然后第2个原因就是 我不是很喜欢 高的车 当然PicaTrap除外 但是SUV 真的不是我的菜 而第3个原因就是 我也是 历代Myvi的 车主 所以我觉得 我有必要再支持一下 新一代的Myvi 就这样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第2位就是我们的这个 Videographer 来 大家好 Kelvin 来 为什么要买Myvi 说法我会选择 小改款Myvi 是因为 在新一代这个小改款Myvi 相比起 上一代啦 它的外观设计 它采用了非常多的这个Piano Black材质 加上有这个 DRL热尖行车灯 让它整体看起来更加的现代化 更 更加的 Sporty啦 而且 它也更换了这个 跟Artiva一样的 DCVT 变速箱 除此之外 它也从这个 SA2.0 提升至这个 ASA3.0 以Myvi给到的这个价位跟这个配备 我觉得 它的价格是相当的合理啦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他们有没有考虑过Artiva 因为Artiva的价钱真的是非常接近 而且Artiva还有很多新科技 好像这个DNGA的平台 1.0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其实都非常的吸引人啦 来我们就先问一下志凯有没有考虑过Artiva 然后有没有看过Artiva这辆车 看过 也试驾过 对我来说 就Turbo引擎 不太适合我 因为 比较难 仰护啦 对我来说 然后 跟刚刚才 所说的一样 我是不太喜欢 SUV车款的一个人 所以 Artiva自然不会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啦 接下来我们问一下Kevin对这个Artiva有什么看法 反正我会是一个比较喜欢SUV的一个人啦 主要是SUV能给到我更高的视野 就像这个 Artiva小型SUV一样 它能给到我一个更加 高的视野 但又不会说太高 就刚刚好中规中矩 我觉得 在City Drive方面是蛮便利的啦 Artiva在外观设计方面我觉得是更加的成熟稳重啦 相比起Myvi 它也采用了这个DNGA底盘 开起来是非常的扎实跟稳定 然后在它的动力方面是真的是有impress到我啦 因为 在起步跟 加速方面都非常的平顺 一点都不像是1.0公升 引擎能给到的感觉 OK啦我们两位同事都讲了他们对于这个Myvi跟Artiva的看法 其实我自己也是要补充一点东西啦 就是 我觉得这个 Artiva呢可能很多人讲它的这个1.0的涡轮增加引擎马力只有 18PS啊然后扭力只有140Nm 其实都不像是涡轮 那么选1.5会不会更好呢我自己个人的用车经验啦其实我喜欢这个1.0的涡轮增加引擎 多过这个1.5公升的 自然进气引擎 为什么首先就是 这个涡轮引擎啊它有一个低扭然后高转速的特性 所以就算是Artiva的车重大概是跟Myvi差不多 但是呢 因为它的这个扭力比较早出来的原因所以在市区驾驶的时候这个Artiva的动力表现其实会 坏很多 然后接下来第2点就是因为这一个DCVT的关系 它可以让这个Artiva 开起来并不像是这个 1.0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如果你要找这个自然进气引擎跟它对比的话觉得它的排气量甚至应该有1.6甚至是1.8的 所以这台车开起来是轻快的 而Myvi的话呢它毕竟还是这个自然进气引擎 它需要拉到比较高的转速才可以释放它的扭力 所以 它这个会比较拖沓一点 所以两辆车加起来其实我是赞同Kiavi的意见就是这个Artiva的加速表现是比较好的 OK 接下来我们讲完这些比较不同的东西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装 看他们两位比较喜欢哪一款车的内装 我们开车嘛每天做到对这个车的内装 所以车的内装对驾驶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就问一下他们喜欢哪辆车的内装 来自凯你喜欢哪辆车的内装 我会更喜欢 我会更喜欢Artiva的内装 一样我会认同 自凯 也是认同Artiva的内装会比较好 OK他们两个都喜欢这个Artiva的内装 我们问一下为什么他们喜欢 来 主要是因为 更加舒适然后也比较 新的设计吧因为 就以 Facelift的Myvi来说 它的内装还是跟Facelift 没有太大的差别 主要就是一些 颜色的点缀和方向盘的 更新罢了 Kavin为什么你喜欢这一个 Artiva内装 首先我喜欢Artiva内装是因为它采用了这个液晶仪表盘 Noha的驾驶坐姿 支撑性也很好 Noha的视野也非常的广阔 内装设计也非常的现代化以及时尚 我觉得 其实我自己是赞同这一点的因为 一直以来我对PRODUO车的这个椅子的design不是很喜欢 不管是Asia到Myvi再到Bezal我都觉得这个 Support不到尤其是我这样身高比较高人 可是这几天其实我叫Artiva我叫还蛮开心的因为Artiva的这个座椅支撑都还蛮 够的 然后同样的就是它的这个内装其实真的 Fashion很多 然后有这个Digital的Meter然后有着一个大尺寸的出屏主机这个都是目前的主流啦 虽然说可能在一些细节上面Artiva做到不是那么好但是这个内装的设计我真的是觉得会比Myvi好很多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应该是PRODUO目前最美的内装设计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 有 OK我们讲完了他们喜欢这些车的哪里 或者是他们认为这些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两位对于这个车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让他们提出来 如果大家是在考虑这两款车的时候 也可以做一下参考 来自改先讲 你觉得这个Myvi跟Artiva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首先来讲Myvi Myvi的话 它最不足的地方就是隔音啦 它的 隔音效果真的是非常普通啦 我就觉得 这点我赞成因为Artiva真的好很多啦 是真的是真的 就几轮试驾下来Myvi的隔音的确需要做一些改进啦 然后就是它的座椅方面 也是需要一点改进 毕竟这个座椅 没有什么支撑性也 做的不太舒服 这样你觉得Artiva有什么地方要改进的 Artiva的改进 照目前来说 它已经算是非常 合理的设计了 不需要太大的改进啦 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啦 对对对 总体来说是OK的 OK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Kelvin对这两辆车看法是怎样的 来 先讲Myvi Myvi我觉得它最大的 不足就是在它的 DCVT变速箱啦 它在高速巡航或者是在 升踩油门的时候 它的DCVT变速箱会 稍微的有点大声啦 跟志凯讲的一样 它的 隔音需要再加强啦 OK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看它对这个Artiva有什么看法 还是觉得有什么不足要改进的地方 Artiva我觉得我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 Artiva的引擎震动你在车内会感觉到稍微的明显啦 然后它的后座的确是有点小啦 它的椅垫跟它的大腿支撑是 不太够啦 反正我觉得Myvi的后座会比 Artiva来的还要舒服啊 再一点就是后座的这个胎罩声 如果在巡航的时候你会听到稍微有点明显 嗯 好 以上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已经肯定是Myvi车主 一个可能是Myvi车主对这两辆车的看法 如果是问我个人的话 其实 我觉得 这个Myvi 可能在很多细节上面 跟Artiva比是确实输了一点但是 非战之罪啦因为毕竟这辆车2017年就出来了 然后这个是2021年的新车他们前后差了4年 所以有很多 所以在Artiva上面有很多进步是可以理解的 我很赞同的就是Artiva的隔音整体来讲都会比Myvi强很多 然后让我最喜欢Artiva的一点就是这个DNGA的platform 虽然很多人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比较低配版的DNGA 但是实际上开起来它还是很有 TNGA的感觉 这台车的操控表现我基本上可以讲是在 Produa车款里面数一数二的了的 然后整体来讲的话 给我的话我真的要选一台 日常代步车其实我也是会选Artiva多过于Myvi 但是就像我们开头讲的这辆辆车的价格虽然是差不远 但是 Myvi这个是顶级版 有ACC有远近光灯自动调节有车道便宜警示等等 可是如果你是买到这个61500令吉的Artiva的话 它是没有这些配备的 太优的好像就是SS3.0的自动紧急刹车等等而已 所以怎样去选择就看各位 自己需的需求是什么 如果你只是考虑到一般的通勤 然后你没有对太多这个操控表现的要求的话 其实Myvi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至于Artiva的话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有家庭的人士小家庭啦 如果要做的舒适一点然后 想要感受一下新的科技Artiva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无论如何这两款车都是目前马来西亚市场卖的最好的几款车之一 所以不管哪一款其实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真的就看你的需求是什么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简短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这次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你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喜欢Myvi还是喜欢Artiva 好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近期视频 Beverly Literally zwei 三 三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